哈喽大家好 我是Celsior 非常高兴又在这边跟大家空中聊聊天 今天我们继续来跟各位聊聊 我以前在大陆去的城市观光的记忆 我们在上一集的节目 跟大家讲到我在2010年的6月的时候 去了一趟青岛 我这次去青岛 总共我算一下 13 14 15 16 17 五天四夜的行程 所以也去了青岛 还有附近周围几个城市 那么上一集跟各位讲到 第一天到了青岛 下了青岛火车站的火车 旁边都是德式德国风格的建筑 并且因为青岛靠海 所以气候跟台湾很像 终于在北京住了那么久 终于到了熟悉的气候环境了 那么在青岛我也去了二手车市场 看到一些有趣的车子 更重要的是 还在二手车市场附近 找到了所谓的六合福特 没错 这就是我们台湾福特六合 同一个家子 经营的在青岛的福特经销商 这是比较可惜的是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 铺了个空 里面的销售员跟我讲 他们的主管的确是台湾人 没有错 但是主管不在 希望我下次再找时间过来 那么晚上我也去青岛的海边 去走一走 吹吹海风 但是看到海水的质量 让人家不敢恭维 所以我在那边也不敢敢吃那边的海鲜 这是我们第一天的行程 今天继续来跟各位讲 我后面几天去干什么了 第二天 第二天 我就自己搭着公车 到处乱晃了 这边先跟各位讲 青岛的公车很好玩 当时青岛他已经实施了 就是市区里面不准按喇叭 他这个实施不是随便讲一讲 他真的会取缔你 而且他的公务车率先带头 把喇叭把它给拿掉 公车当然他属于公务车的一环 所以他也没有喇叭 可是这公车毕竟比较大台 他总是有需要按喇叭的时候 他怎么玩 很简单 他就是拿气压煞车 也就是说他会在后面 他会在车子后面一直 这样子用气压煞车来提醒你 你要赶快让路 什么有点没的 这个看起来是挺好玩的 不过这个时候我去青岛的时候 他的公车真的是挺烂的 我必须这么讲 那个公车 我看大概都已经用了快20年了 里面这个泼泼泪泪的 而且有很多公车是没有冷气的 但是毕竟他在市区也开不快 所以其实我觉得也还好啦 那我一开始先去青岛的旧书市 我们之前跟各位讲过 我在大陆混的时候 去了某一个新城市 第一件事情先去二手车市场 第二件事情就去找他的旧书摊 不过很可惜 在青岛这边没有遇上旧书市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只有周末才有 这个我可以理解 像我以前在北京住的时候 北京最大的旧书市叫做潘家园 现在不知道还在不在了 潘家园旧书市也是只有礼拜六跟礼拜天才有 那青岛这边的旧书市也是只有周末才有 因为我去的时候正好没有遇上周末了 这个我可以理解 但是我比较不能理解的是什么 这个青岛除了我们讲的去 昨天去的二手车市场以外 他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叫做里村 里村这边也有二手车 可是他也很好玩 他只有礼拜六礼拜天才有 各位会觉得很不可思议 这个怎么卖二手车的时候 礼拜六礼拜天才有 对他就是维持着早年卖车的习惯 就跟感激一样 那你会说不对啊 这个书你至少包袱款一款 车子在一在就可以走了 对不对 移动比较方便 你说中午车市场 那你要怎么把车子开过来又开回去 反正他们就是有办法了 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开过来开过去的 我也不知道 而且据说维持了十几二十年的这种习惯了 我是觉得有点可惜了 没有去这个里村的车市去见见世面 因为毕竟我没有赶上周末 我真的很好奇 奇怪到这个年头了 为什么还有人有办法卖二手车当赶集一样 我觉得这个是相当有趣的 不过也没有关系了 我就继续在这个大街上面闲晃 那顺便去逛逛一些模型店 那在青岛的街头闲晃 这个收获也不错了 看到一些有趣的车子 像是有一间这个里车出租行 上面有好多台这个凯拉克的家常的里车 也有这个林肯的家常里车 那么除了这些里车之外 也看到一些稀有的鬼东西 像什么 像我看到一台1910的carola 1910的carola如果论这个世代 我也不知道大概算是第几代了 反正它就是1987年到1991年的这一台carola 这个carola就我的印象 当年并不算是正规出入到中国大陆的 当时应该是没有正规的 那我看到那一台 没错就是日规的 它是短保感的 日规的这怎么进去呢大家就自己想象了 那除了这个比较特别的车子以外还有什么呢 还有这个626的欧规啊 不要怀疑啊 626呢在当年你说大陆有没有正式卖 我也觉得很好奇啦 那这个欧规的626它很特别 它还是五门仙辈了哦 别说大陆连台湾都没见过啊 台湾顶多有这个双生版的福特天王星TX5啊 那我在那边看到了这个626欧规啊 因为其实在青岛它有很多外商啊 应该是当年外商自己带进来的啊 相当的特别 那它怎么在大陆找到零件呢 那我也觉得很奇怪 因为626跟Telstar这两个车 应该当年是没有正式的外销 可能比较晚期的626有了 但是这个是比较早期的626 这个我是有点怀疑啊 除了这个之外呢 就是看到这个啊 我们上次跟各位讲的啊 有很多韩国车啊 像这个兄弟的Ikus啦 像这个Kia的Poteti啊 其实我在青岛啊 拍这个韩国这种豪华教授 拍到真的是已经手软了啦 哇这个车子真的是太多了 而且这些车基本上在台湾都见不到啊 那青岛真的是特别的多 那么我这样子这一整天呢 大概就是去模型店啦 去这个路边这样走一走啦 其实没有安排太特别的行程啦 那所以晚上呢 我就早一点回去饭店休息啦 那么在回去饭店的路上呢 看到一个很有趣的景象是什么呢 你会发现有很多人 他手上拿了一个塑胶袋 然后这个塑胶袋里面呢 放着黄黄的液体 然后里面呢 放了一个很大的 类似一个透明的东西啊 乍看之下 我坦白讲啊 希望各位现在没有在吃饭 乍看之下觉得 为什么人手一个尿袋呢 而且这个就是一个塑料袋 一个很普通的塑料袋啊 然后再仔细看一下 中间那个透明东西 那是冰块啊 那我就有点搞不懂 奇怪这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 而且真的是人手一袋啊 尤其是男孩子 那或者是一个一个家子啊 包括像什么 爸爸带着妈妈 还有小朋友 一起放学回家的时候呢 哇大家也是人手一袋啊 当然小朋友没有啦 就大人的手上也是拉着一袋 我实在是搞不懂啊 这到底怎么回事 然后呢 再来就是这个青岛 到处都是露天的BBQ 到处路边都在烧烤肉啊 都在烧肉 然后呢 我就甚至很好奇啊 我就到了某一间店去看 我明白这个透明的黄黄的液体是什么了 这是啤酒啊 各位这个我们知道啊 这个青岛他有一个很有名的东西 叫做青岛啤酒 当然因为小弟我不喝酒啦 所以我一开始没有那个sense 那青岛啤酒呢 在青岛到处都是 而且很便宜 那怎么卖呢 他基本上就是一个饮水机啊 你水龙头打开 你自己拿塑料袋自己装 装满 然后呢 你在自己旁边那个拿那个大冰块丢进去里面 然后跟老板结账 啊 顺便再买两串烧烤啊 这样回去啊 回家自己吃 这就是他们那边喝啤酒的方式 我觉得好特别啊 我第一次看到有这个塑料袋提着啤酒啊 不知道这个滋味怎么样 因为小弟我真的是没有在喝酒的啊 所以有人说什么 葡萄也 葡萄美酒夜光杯嘛 什么葡萄酒用什么高酒酒杯啦 啤酒用什么玻璃杯啦 怎么很讲究的 但是那啤酒用这个塑料袋喝起来不知道怎么样啊 我这个也是这个满脸问号了 那除此之外呢 那个时候啊 为什么大家会急着要提着啤酒回家呢 其实还有件事情是什么呢 那时候正好遇到了世界杯 而且那年的世界杯非常的特别 就是足球的世界杯了 那一年呢 还多了一个贵客叫什么 叫做北韩啊 也有人说叫做北朝鲜啊 这个首度参加这个应该也不是首度 我记得他好像在很久以前有参加过一次啊 但他几百年没参加了 那这一次呢 他首度参加这个 就近年首度参加世界杯啊 相当精彩 那各位要了解啊 其实在台湾啊 你看这种世界杯的气氛 我只能说啦 就三个字都不怎样啊 顶多就是啊 可能一些百货公司啦 一些这个外国人群聚的地方啊 比方说像德国这个酒吧啦 可能会比较多人在看哦 在台湾来讲 足球这个东西一直都是一个相对冷门的东西 包括橄榄球 就所谓美式足球 都是一个很很冷门的东西啊 所以这个东西在中国大陆是非常热门的东西啊 这个真的是气氛非常的热烈啊 当然你说中国大陆的足球踢的怎么样呢 我觉得大家自己去调查一下就知道啊 这边不免啊 这个舍不得多讲啊 但是呢 大陆人对于这个足球是非常疯狂的啊 那个时候夸张到什么程度呢 基本上因为那时候手机上网不是很流行啊 也就是你手机要硬看这个足球转播不是不行 但是不太方便画质很烂 那常常会lag 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哦 晚上这个路上没人 大家都回去看这个足球赛转播了啊 然后我在饭店里面啊 也就是买了一点这个晚餐啊 买了一点饼干啊 也是在配这个电视在看啊 我不如不说了啊 这个足球这个比赛哦 它其实是一个很沉闷的一个比赛 为什么呢 因为它比赛球场很很广阔了啊 然后这样踢来踢去踢来踢去 大概都是这样踢来踢去的 就是啊一下子我拿到球 然后我传球我失误 一下你传球啊这个你界外 然后一下我传球怎么样 所以呢当今天要攻到球门之前的时候 因为小弟我真的是不太懂出球的规则了 就他有一些这个类似像禁区 靠近禁区的时候 哎观众就会费能钱了 哎呀终于到他进去了 但是呢大部分到禁区那个附近啊 那个球可能就直接出界了 或者是啊这个这个这个手防守方呢 就故意把球把它踢走了啊什么的啊 那真的你攻到了球门那边的时候 哇大家就在那边叫啊 但是射门成功的几率非常非常低啊 所以为什么一场足球比赛 哎我记得好像是一两个小时吧 其实我真是搞不太清楚了哦 你真的会到射门的这种机会呢 可能就两三次而已了哦 那射进去可能就一两球而已 所以呢足球这种比赛就是这样子哦 大家呢就是啊这个这个平常呢很平淡 然后呢等到要射门的时候哇 忽然那个那个情绪就被带起来了 你会感受到哎我那个整个饭店是这样子哦 呃大家都在饭店里面看那个足球转播啦 然后呢你会发现哦 等他要射门要进去的时候哇 整个那个走廊都听得到大家欢声雷动啊 真的听得到啊 那个当然我们那个隔音没有说非常好 我也不是住什么五星级的饭店啊 相当的有趣 我一开始看了就觉得哎呀不知道干什么 不然来看一看好了 哎看了一两场之后发现哎真的有这么一回事 而且等级的差距很大了 你不要说什么这个巴西阿根廷啊 我那个踢的真的是一等一的那如果去看一些啊 二三流的这个我就不要讲是哪几个国家了哦 你就会发觉真的是很无聊 那么那个时候呢 北韩参赛我记得他一开始好像就对到那个强队 还是西班牙还是葡萄牙了哦 一开始呢这个北韩的这个这个射门什么的 攻守也真的都不错了哦 但是呢到下半场就大概就不行了哦 后来就被这个这个西班牙还是葡萄牙逆转 那第二场呢好像他就输得很惨了哦 那好像就是什么啊怎么回去北韩 不是那时候还流行什么矿工政大事吗 哦类似之类的这些这个八卦消息了哦 那那个时候呢我们基本上晚上那几天 我有发现晚上真的都没有人 为什么大家都在看足球 而且呢其实我除了第一天晚上去海边吹风以外 因为我真的是对世界杯没什么兴趣了 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 我基本上都在这个饭店里面看足球 因为觉得看一看觉得还不错了哦 虽然也没有说呃因此呃培养起这个对足球的兴趣了 但是我觉得呃这个反正打发打发时间嘛啊 多多一个知识嘛哦 好的那这是我第二天的行程 第三天呢我将想一想嗯 第三天啊这个如果再聚在青岛里面晃呢 实在不知道去哪里啊哦 那么不然我去附近晃一晃好了 那我就看了一下啊青岛呢 本身他里面有一个景点叫做劳山啊 但是我不喜欢去登山啊 我这个人对于登山是没什么兴趣的 那我再看看那附近有没有什么地方 哎有个地方叫做寂寞 呃不是那个sabisi啊 不是那个会冷会冻会寂寞那个寂寞啊 不是一样啊 是那个战国时代的那个寂寞跟矩城的那个寂寞啊 立即的集这个墨水的墨啊寂寞 而且我跟各位讲啊 这个寂寞是真的当年的寂寞 呃在大陆呢有很多地名啊 跟当年的那个地名是完全不同一回事啊 我们举个例子啊 广州市的旁边有个地方叫做攀渝啊 那个字要念攀啊 攀渝这个地方呢 跟当年的攀渝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啊 当年的攀渝是什么呢 就是现在的广州 所以呢这个我们在大陆观光的时候 要特别留意啊 这个当年的地名跟现在地名是不是同一回事 寂寞这个地方真的是当年这个战国时代的 这个寂寞举程的那个寂寞 真的是啊 想说哎呀那就干脆呢 去这个地方看一看有没有什么古迹吧 那呢我们从这个青岛坐过去这个客车呢 叫集清快客了 其实他也是有一段距离 大概花一百分钟啊 那过去的票价其实也不贵啊 我记得那时候来回票买一买才十九块人民币而已 超级便宜的啊 那在那个地方呢 其实集末它就是个小现场啊 那我本来满心期待说 那是不是有一些什么古迹可以看呢 呃其实真的是有点失望啊 我那时候去的时候 连博物馆都公修啊 那天不是礼拜一也不是周末啊 我觉得很奇怪啊 也公修 然后很多那些古迹呢都不开放啊 很奇怪我也搞不懂为什么了 呃后来觉得有点失望呢 就在集末这个县城里面晃一晃了 也看到了一些好东西啊 像我看到一台这个雪佛兰的卡普里斯啊 这个美国的大车 也看到了很多这个天津大发 天津大发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在八年代后期呢 那个天津汽车呃跟这个日本的大发汽车合作了 做了这个老款的这个HiJet了哦 而且他做在HiJet的变种版很多 有货车有乡车有家常版 有家常版货车家常版乡车 而且他曾经还是北京的这个面包计程车了 所以他们叫面滴啊 这个taxi的意思了哦 那这个当时我在集末看到很多这个天津大发 当然我也这个能拍就拍了哦 而且呢很好玩的是哦 这个中午了也走一走也饿了嘛哦 那我就想说要不要吃个饭 结果没想到竟然遇到这个台湾食品啊 这个有一间餐馆标榜 他卖的是台湾口味的东西啊 那我还真的去买了一个他的珍珠奶茶 来当这个饮料啊 当然我配了一个排骨饭啊 你说排骨饭吃起来像不像台湾的呢 我觉得不大像就是了哦 但是珍珠奶茶呢 这个真的是口味有道地不得不说 其实在那个时候呢 这个北京也有一些珍珠奶茶店啊 像我知道西单有一间卖珍珠奶茶 还有一间卖盐酥鸡的哦 我不能不说哦 当时北京卖的这种盐酥鸡哦 吃起来比较像台湾的所谓的季光香香鸡啊 比较像香酥鸡不像盐酥鸡 就它裹粉的方式哦 比较跟台湾的这种方式比较不一样 但是呢这个西单他卖的这个珍珠奶茶呢 我必须说这个口味跟台湾的差太多了 真的是不好喝 我必须这么讲 那我在吉末这边买到珍珠奶茶 哎呀这口味道地哎 这个东西不错不错不错 就像我在台湾喝到一样 所以喝到时候就超级感动了 喝好久没有喝到珍奶了哦 这点我这个印象相当深刻了 但是比较可惜的呢 呃是这个吉末这边真的没什么地方好去啦 所以我就提早回去青岛 那晚上呢哎继续看这个世界杯了哦 啊继续这样子 呃帮这个这个自己也不知道支持哪一队 反正就看谁踢的好就帮谁加油了哦 好这是我这个第二天去吉末的 第三天去吉末的这个行程了 那至于最后两天呢 呃本来呢想说规划另外一个行程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看这个地图哦青岛他那边叫做焦州湾啦 所以他其实有一区呢叫做焦南区啊就焦州南 呃应该是焦州湾南端的这个意思哦 那你要去这个焦南区呢 当时啊你只能走渡轮 不然就是你要绕焦州湾这样绕一大圈了 那我本来想说那去坐坐看渡轮好了 就很不巧啊这几天青岛在起大农物啊哦 这个没有办法过去了哦 那好吧那我也知道继续在青岛里面闲晃了 不过呃这几天在青岛里面闲晃了 哎看到一些也是蛮有趣的车子哦 后面这两天啊呃其中里面让我最印象深刻是什么 有一台那个430的Cedric 哦这个Hart Top的这个车子呢 竟然停在路边了烂在路边了 我是搭计程车的时候无疑之间瞥见了哦 当然呃这个这个因为速度很快了 所以我也没有叫计程车司机回头 因为那时候我好像在赶行程我有点忘了哦 那一台车子呢怎么看都是非正规渠道进来的哦 因为430那个年代大陆虽然有正规进口这个达桌上的 应该是300C了哦 还是280C我不是很确定 但是呢Hart Top是没有正式进口的哦 这个车子一定是从日本飘过来的 这个我看到相当的神奇 另外呢同样是飘过来还有这个Carina ED啊 什么叫Carina ED呢 Carina ED就是我们之前有跟各位讲过 我在保定有看过一台这个Corona Exive的双生车 Carina ED啊 一样它是丰田极少数没有逼住的Hart Top 什么叫没有逼住的Hart Top呢 其实正规来讲Hart Top应该是没有逼住啦 可是丰田呢 它一方面为了要隔音啊 二方面为了要这个刚性啊 所以它的像皇冠这些车子哦 它标榜的Hart Top都是有逼住的Hart Top 但是呢丰田也推出过两台四门没有逼住的Hart Top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Corona Exive跟Carina ED 当然不用讲了这个车子对不起只有右驾啊 那为什么会出现在这边有左驾车子呢 大家自己想一想啦 那么到了最后一天呢要离开之前啊 我还特别在跑去了一次这个青岛的六合福特 这总共去了三次啊 这次终于见到了台湾人的主管啊 那他跟我介绍他是第二代 那他们家呢中家本身啊就是发迹于这个青岛 所以呢他们因缘忌讳呢跑到台湾去发展这个六合纺织啊 那等到大陆这边的改革开放之后呢 他们就回来大陆这边来投资这个福特的经销商 而且他们是青岛当地很老字号的经销商了 那就一直经营到这个时候 并且呢他们也从台湾找了一些其他福特六合的经销商 一起来大陆投资有钱大家赚嘛 对不对 不过他也是感叹啦 其实大陆跟这个台湾两边的卖车环境是相当的不同啦 比方说像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大陆的长安福特已经有一点点由胜转衰了 但是那个时候福克斯Focus还算是卖的不错啦 但是他也觉得说未来前景是有点隐忧啦 他也跟我交换了很多意见 我觉得哎呀不枉我三顾毛鲁 我真的我这次去青岛了 总共去了这个青岛的六合福特去了三次 哎终于被我遇到这个台积主管 他人也很客气也跟我聊了很多了啊 为我这一趟行程留下一个漂亮的据点 OK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这一集节目 跟大家继续聊聊呢 我在2010年6月的时候去青岛啊 遇到什么有趣的事情 尤其是这个世界杯啊 还有这个这个青岛啤酒提在手上 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希望大家会喜欢 也希望大家去支持我们其他精彩的节目内容 我是Cell Zier 我们下午再聊咯拜拜